各位朋友晚安 今天我们的科技新闻线 从节日开始 每天晚上的10点钟 要来跟大家见面了 而且同样大家最喜欢的 科技讨论的单元 最前线的新闻 也要告诉大家了 今天我们线上的两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Sanley的资深股票研究员 谢培育 系老师你好 一面晚安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好 又投资朋友 口头上又来了对不对 那另外包括了 还有我们的 搭车iPhone站长博新哥 马庆口你好 一面好 大家好 我是博新哥 好 那现在先问一下 问一下两位 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 家具的部分 只不过呢 佩玉好像常常在搬家 所以一辈子大概搬了几次家 很多次已经记不得 有几次搬家的经验了 你的本职是搬家工人吗 也不是啦 只是说就是有时候都 就是逐月到期了嘛 那你就要做一个搬家的动作 是 是 就是想要住一个更好的地方 但搬家的时候 我们都想说要换家具嘛 像博新哥自己选家具都怎么选 我选家具一定要选 那种比较有质感的 尤其是我喜欢红色的 红色 对 因为我都选白底嘛 红色跟白色比较抢眼 而且今天说句难听的 你住要住很久 你如果怎么看都不顺眼 那这个家具实在是 很难接受 对 就好像娶错老婆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我们的Top1 就是要告诉您 如果说你以前 在买家具的时候 你的考量可能是像 陪玉这种常常搬家 或者是像我这种小资女 买不起这么贵的豪华家具的话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都会到IKEA去买这种组合的家具 装一装 感觉起来也蛮有北欧的那种质感 那又不会太贵 不过现在要跟他们说拜拜了 为什么呢 想要有新的家具 可以更简单更方便 来看看这个来自比利时的设计师 感觉像有点像王袜 但是博新哥觉得这像什么 我觉得像那个煎饼 现在是大家肚子都要吃宵夜吗 其实你很能想象 它其实是一张椅子 它的这个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 其实都是它在冲气 膨胀之前的这个孔隙 好我们来看一下 软啪啪的棉花糖 它用充电的方式 慢慢的膨胀 变得坚固了 可以坐上去就是一张椅子了 但是它是用什么样的技术 博新哥 这个目前就资料看起来 它比较像是用那种记忆泡棉 配合热脏冷缩的技术去做到的 是 对然后 变速猜测 有可能里面还有一些 记忆金属什么之类的东西 但是虽然说它可以去用 可以通过热脏冷缩去完成 可是它一样会有一样问题 它回收还是要送回去回收 但是这个安全吗 安全 就看它的塑胶的材质有没有符合 可是问题我想知道的是 博新哥 什么样的人会需要像这样子的这种家具呢 因为根据这个厂商 这个设计师他表示 我们从2002年开始已经研发 研发了十几年 我们看好在未来 有机会可以问世普及 变成一个产品化 它的这个专利 为什么倒了十年 未来的水温真的已经到位了吗 其实就未来的网购市场 很多时候运送 体积大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重点 对那如果说今天体积大可以缩小 像我知道像PC用跟Yahoo 很多人会上网买家具 对 那以前你要买个沙巴 对不对 你可能要一个很大的车子去订 那这种东西出来以后呢 大家去订可能一来一小包 一个通过电放就好了 通电的技术 而且多可怕 你看到一张椅子 跟刚刚的那个薄片 像瓦楞板一样 体积减少到剩下的百分之五而已 培育一下是搬家 带你那张板子去就好了 对这个用这个搬家最方便了 只要这个买了 充电就可以用 充电就好了 对所以说对你来讲 如果价格OK的话 其实我是应该会去选看看的 应该会去选看看 而且它还有一个重点 可以自己塑形 对不对 没有它虽然可以自己塑形 没错 可是你塑形完了 你要回收也是一个问题 而且我满困惑一件事情 就是它那个塑形的形状 会不会本来很漂亮 就被自己搞了 自己乱心 那就是一个千万的问题了 搞不好后来 还会有另外一批的设计家 专门在帮人家塑形 对不对 像捏桃土一样 好不过再来看看 我们的谢老师谢老板 跟女朋友交往多久了 很久 好我告诉你 现在大家来换女朋友了 要不要换新女朋友 听说好像要换新女朋友了 这是什么呢 好这个女朋友不要担心 还是很爱你的 因为这个是 Panasonic的女朋友 第六代要发表了 来看一下 哇 妖怪的 这次它一样 有多种的颜色 看起来身形 比之前的圆弧 比较女孩子气 比起来更加的成熟演练了 四种颜色 最杀的是什么呢 角度任你瞧 它有一个自拍的镜头 自拍的这个萤幕 180度任你瞧 而且这次还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来我们谢老师 我们赶快站出来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的这个像素也蛮高的 然后这次的感测器 这个43感测器 还有触控萤幕 触控萤幕之前几代就有了 但这次它最杀的是 还有一个Wi-Fi 对啊 我们讲到Wi-Fi 其实现在好像说 很多的相机 数位相机 或者是类单眼 微单眼 Wi-Fi是一个基本的功能了 对 因为其实 现在这个相机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 如果照了之后 赶快就传到云端上面 或者说社交网站上面 或者说像Facebook上面 这个都很方便 所以基本上 以后的这个相机 大概都会有这个功能 只是说 之后是它要走 所谓的这个NFC 或是Wi-Fi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3G的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大家 这个消费者 要自己去选购的一个部分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 也有提到 像是三星的Galaxy Camera 它就使用的是3G 不过现在目前市场 还是觉得说 好像Wi-Fi就够了耶 你要一个相机吃到饱 现在目前市场 还是在观望当中 对 但这个不一样 它除了Wi-Fi之外 它还有NFC 就是进场通讯的功能 但是很多人就要问 你看价格 比上一代的女朋友 还要贵一点点 对不对 但是它配备也还不错 好 现在小表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了这一头 它是第五代 前任的女朋友 哭哭了 因为现在第六任出来 但是到底配备 有没有干过它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当然 它这个后面的 这个荧幕的部分 当然画素 会稍微好一点点 最重要当然 还是这个功能 就是可垂直翻转的功能 对于女生自拍来讲 这个很重要 好 男生也很重要 对啊 所以自拍的功能 这个是相当重要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这一次的卖点的这个部分 最大亮点的 那画素的部分呢 这个已经提升到 1600万画素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 一般荧幕上 一般的小荧幕上 19寸或者21寸 不管 1200万画素 其实已经够了 1600万画素 其实真的有那个需求的话 而且看不出来那个差别 对 除非你真的眼睛很利 不然的话 你大概看不出 其中的这个差别 那ISO值的部分也是一样 它从12800 调升到25600 就是再多一倍的意思 但是你其实也 一般人在用相机的部分 ISO值其实也不会开到那么大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看看就好了 参考啦 最后这个功能当然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 就是它有Wi-Fi的功能 跟这个NFC的功能 就是你拍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上传到这个 云端的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就是最后的卖点 我们看最后的这个价格的部分 21500块 比前一代的这个18900块 是稍微大概贵了 大概2000多块 所以消费者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特点的这个部分 这个消费者会不会去买单 这个另外一回事 只是说它贵了2000块的话 这个地方 大家就要考虑一下说 这个我要花两三千块 去加购这些功能 的这个部分 垂直翻转 对 这个自拍的功能 能不能在加倍的这个部分 这个消费者 自己就要去判断 还要再看看了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谢谢培佑 但是博星哥 讲到这个 你好像蛮肚子火 对不对 当然啊 很生气 到底前任女朋友 对你做什么事 分光你多少钱 我平时应该说句实话 你知道吗 是 整个GF系列 最好的就是第一代 初恋还是最美 对 初恋还是最美 对 没错 为什么最好的原因 是因为它第一代那个镜头 那个定交器超棒 你知道吗 超棒 很多人是为那个镜头 买GF1的 对 从GF2以后 GF2还没有配 GF1叫标准配配 GF2没有 就没有了 后面镜头在哪里 相机的精华是在镜头 没错 它电子灵界再怎么好 镜头不好拍起来都不好看 就跟眼睛一样 所以我觉得 对 它那个大光圈的部分 很重要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拍照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这个 如果有学摄影的话 你就知道说 那个叫景深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你如果在景深之内 你会很清楚 但是你在景深之外的话 它就会变模糊 所以你就会拍得像 这个专业的摄影玩家一样 就是说你后面模糊 这个本人清楚的话 你就会看起来 这张照片真的很漂亮 很专业 有质感 而且你看现在一台单眼 比如说Canon 650D 才2万出头而已 那这一台要多少钱 这台是2万出头 那我买Canon 650D还比较强 我为什么要买这一台 所以当然专业玩家的部分的话 他可能不太会去考虑这个 当然就是一般的消费者的这个部分 或是女生的部分 他希望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自拍功能的话 或许他就会考虑这个 对 因为其实这个 我们之前有为大家解释过 什么是那种类单 微单 那这个它是5反嘛 对不对 对 5反的这个部分 好 5反喔 这个5反到底什么是反喔 柏星哥 5反这个是5反光镜嘛 对不对 它其实最简单的分辨是 你只要看它没有观景窗的 就是5反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 它就是没有快门的这个部分 对没有在快门碟去做切换 对 所以这样是最快 而且理论上5反的话 成本应该要比较低 对啊 但是它还卖这么贵 对 它卖的 你看刚刚刚 现在很多类单 微单 无反都卖的要比 一般的单也好来得贵了 但是市场它也不一样 有人觉得说它是那种 比较袖珍可以带着出去玩的 而且比较高阶一点的傻瓜机种了 对不对 傻瓜机种 对啊 那如果宁愿去买那个 你控P330 对啊 你们这些玩家不一样吗 你看有人就是会追求很多女朋友 我告诉你还是有人一到六 通通都有收藏喔 不是什么李差瑞喔 我相信这个还是有玩家会希望可以追求一到六代吧 可是我知道GF7店买最多是女生 女生 是女生在买的 对 女生买女朋友好奇怪 那对啊 女生有自己的亲密好友啊 对不对 臭男生 对 好 但是呢 有些事情好像还是男生来看看 看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小米手机是现在中国很多的米粉 他们推销的机皇 2S在北京的登场秀完之后 现在传出来了远传 我们的台湾中华电信的业者之外 还有远传 现在空机价不用到一万块喔 可是呢我们看一下博星哥 这么傻耶 我们知道小米手机 它这个规格这一次2S 不同的地方规格好在哪里 它其实就是多了一个 多了0.2G的CPU而已啊 是 然后应该是说 其实你看小米2对不对 小米2台湾的露天的卖场 已经卖到七千多块了 七千多块 对 所以其实空机价 空机价 其实对 其实越来越便宜啦 但是买这个有好处 它有保固嘛 最好有办法送修嘛 最重点是保固的 对 而且你看它是四核心喔 一般来讲1.7G四核心 你以Sansung S3为例就好 它还要快2万块 对啊 就人家一半而已 对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螢幕4.3寸啦 解析度还不错啦 但是呢 四核心的处理器 我刚博星哥讲到的重点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单机价 好 差不多在九千五左右 可是博星哥 这边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看我们说零元机嘛 如果今天iPhone我买个零元机 它的这个一样 榜月两年一样零元 越早也要超过一千多块耶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 我干脆买个空机就算了 不要榜月了 这个价格 大概很多消费者 是不会去榜吃到宝的 是 对 因为他们本身 可能会买一万块以下手机的人 他一般来讲 还一个月租费大概是 三百块到六百块之间 所以他比较有可能是 致付六千块或五千块 去买这个东西 甚至有些消费者是怎么样 就是像微宝很便宜嘛 对不对 他可能办微宝门号 用空机去买它 对 对这个状况 所以你不太可能 用iPhone的方式去看 这种产品的定位 不一样 可是问题是 讲到iPhone跟小米之间 一个是果粉 一个是米粉 那你身为 Data iPhone的这个站长 会不会有米粉君 来跟你们挑衅 或是你觉得这两个米粉 果粉定位不同调性在哪里呢 我先从它的定位来插好不好 来说这件事情 那个米粉的话 它是要便宜又大碗 便宜大碗 对 果粉的话要有质感又大碗 好 所以贵不贵没有关系 有质感 对 要有质感 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自己那个粉丝团 大家在粉丝团嘛 之前我记得我有PO一个 就是那个iPhone5創的 很多第一嘛 然后他时间最长嘛 对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出来留言 他说说那个 有另外一个产牌手机 也是第一 也是很好的 结果一看竟然是 没有 结果我问他 是什么牌子 他说我讲小米手机 这个答案你认同吗 你接受吗 不是 因为我 你能不能说第一的时候 我心里觉得OS 我已经讲那么多第一了 你怎么还把小米拿出来 小米拿出来 但是小米他对于这个狂热 还有包括这个机器可行销 他行销玩得很好 品牌的忠诚度 这恐怕是很难来去想象 几乎就跟果粉 苹果一样了 好 但是我们再看到了 其实说到这个 才9000多块 那薄欣哥你看看 这是我们目前来讲 客家的金黄 包括了在这个月底 就会来公布发行的S4 好 在22900的部分 这个是非常的 稍微是比较高价一点点的 你看 Totally来看 都要到2万多块 所以这样聚集来 其实像小米非常有竞争力 可是它还是有个差别 小米它的萤幕是720p的萤幕 其它是配1080p 是 这是有差的 可是有差别 对 可是我觉得它会对这波激黄 有很大的影响 是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的消费者很讲究CP值 所以他会因此这样去选小米 反而其他手机我觉得 应该会有一些影响的部分 而且可怕的时候 它不只达到这个激黄 有些人可能原本想说 去买个中兴的华为的 中介的白牌的 哇 小米来了 这么有质感 而且这个花的行销这么的大 搞不好呢 它搞不好上下通通都吃了一点了 好 但是先来看到联发科的部分了 我们的产业新闻告诉你 这个IC的设计厂龙头联发科 三月份的营收大幅的反弹 导致了云本应该是淡季不淡不淡 现在未来还看窍 好 现在我们的谢老师 我们上来这边来告诉大家 到底这一波联发科 它的营收报告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次联发科 三月份营收出来非常漂亮 就是94.3亿 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 第一届的营收 这个接近高标240亿 因为他们这个高标的这个部分 之前法朔会有讲就是240亿 那基本上三月份营收出来之后 整个季的营收的部分 大概来到239亿 就接近高标 而且在接下来是五一备货槽 四核心的这个晶片 就是MT689的这个部分 其实要开始做一个大量的出货 所以我们预估啦 四月份的这个营收 应该可以破百亿的这个部分 所以法人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一直做一个买钞的动作 从三月以来就买了26713张 而且甚至我们看 外资目前出具的这个报告的部分 其实你看到大摩的部分 它是加码的 对 巴克莱的部分也是加码 德意志的部分买进 大和也是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而且目标价大概就在接近大概400块 400多 400块这个左右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的这个股价大概 还在350块的左右 而且你看今天 以今天的股市行情来看看 对 也是亮眼喔 对 而且我们看到这张图 我们帮大家抓 就是说下面是外资的这个部分 下面是外资的部分 那上面是股价的部分 你就会看到外资持续 从这个240块附近 一路买一路买 买到这个目前为止350块 所以投资朋友你要做 怎么做这个观察的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人都很想要买 所谓的这个联发客部分 你就去观察 这边可以划一条线 在这个价位的这个部分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因为已经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他或许会在这个区间 做一个整理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区间里面 如果投资朋友 你觉得联发客未来 他的后市还是看好的话 或许在这个地方 会是一个这个不错的 一个投资点的这个部分 对 好 那谢谢陪佑 但是呢我们说真的 讲到联发客 他的传奇 早在六年多前的 白牌的那个风云路 博星哥觉得会再重演一次了 会 他有机会拿到 这是智慧型手机的 那个在一起的一个厂 反正是低价 因为智慧型手机 已经到了一个沙利的市场 沙路的市场了 对 所以变成说 联发客这个手机 一出来对不对 所有的大陆的白牌手机 常常就进化到 低价的智慧型手机的提供者 所以现在战争了 这个战场都已经布局好了 所以联发客 会在生起什么样的传奇呢 我们是拭目以待了 但是还要告诉您 讲到这个传奇 在台湾呢 包括了网通的产品 也是全球有名的 那现在呢 我们请各位休息一下 之后呢 马上回来要告诉您 网通产品要怎么买 增加你的无线上温的功力